花蓮市公所今天上午是在美伦大饭店 举办112年度花蓮市社区服务器站 基优志工表扬活动 总共是有246位的志工获得表扬 而花蓮市长魏佳燕感谢志工们辛劳付出 也期盼能有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团队 一起打造祥和温馨的生活环境 活动在美伦大饭店举办 市长魏佳燕致辞师表示 感谢花蓮市代表会支持 市公所推行的志工团队服务政策 让社区有坚强实力的后盾打造祥和的社会 这次的表扬志工 包括社区、市公所以及各校的青年志工团队 总计有246人 魏市长也提到 随着高龄化的社会来临 老人照顾不再是家庭的单一责任 因此借由社区推动志工服务老人的过程 培养在地辅老 有你真好的概念 透过公民参与的服务平台 结合在地志工 进而增加社区人力资源活化的契机 记者林杰、花蓮市、裁判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信用看家庭